我們繼續關心國民黨團總條補勤機 他有拿出華黨交通建設三款 因為要花大錢有引起正義 交通部長李明甘在接受公佈訪問時 他表示這條錢這麼大條 所以一定要好好評估 也要做好觀評 也要經過華黨部落的動議 中國經過可行程的評估都會用的 要在交通部就要支持 另外華聯大地黨線 現在要重點 行政儀也把控訴控三重建辦公室設立華聯 華黨交通建設特別條例出現 感情華黨三款 包括國土六號當現 很多國所鐵路 華黨快速公路出現 只要兩條五千萬的經費 陰棄正義 華黨部長李明安 正在節目時 華黨經費旁帶要定性評估 我是覺得並不妥 在明安強調 目前司法案發展快 款度國所鐵路的好友評估 不如資申動議款 款評都還未通過 高通建設應該高通部先評估 加上李華氏審議 臨時李華氏便特別有算來接評 特別條例並不能排除這些計畫還要經過環評的審查 也就是說萬一特別條例過了 規定政府要執行 結果環評是否決的 另外為了要向國務控訴控三大地黨華聯的面子 行政儀跟華聯建設中建辦公室設立的行政儀當部辦公室 跟這個堂口主理為努和道經的案件 跟管府的案件分開 例如說因為有一些已經採除了 那華聯縣政府也協助把它化為訊行都根地區 那也就是接下來的部分 可能就是讓受災戶的部分 我們來協助他們 我們有為老重建 有都根的輔導團 根據行政儀當部辦公室的資料 在現在華聯地区因為第一黨被列制 五島的建立有八十九斤 五島的九十斤 聽到的五島建立有七斤 祖金約過各項修理補貼 可以設置管府 為了中間跟都間的案件是有中間辦公室處理 記者綜合部都